世界上最大的火火山 位于夏威夷的茂纳洛雅火山 在沉寂将近40年后 星期天深夜再次喷发 星期一清晨 火山喷出岩浆 已经在山顶周围蔓延 虽然暂时没有威胁到附近的居民 不过火山喷出的火山灰 和各种碎片散落四周非常危险 所以有可能 是有很多发生的远每个发生的 Jah 会有很多发生的轭路 是很严重的车流 还是发生的重音 有很多发生的车达 由那些树达 特别的关于沙观 就要让沙观炎海洋 美国地质调查局指出 熔岩流目前被控制在山顶区域内 暂时不会威胁到市区 火山警戒级别则升级为警告 当局也探测到有关地区已经发生了十几次 李氏2.5级以上的地震 其中一次是李氏4.2级 夏威夷火山观测站也表明 暂时不需要撤离住在火山列古代的居民 尽管如此害怕的居民已经开始自行撤离 美国地质调查局无法推测火山 这次喷发会持续多久 喷发强度有多大 但是会一直监测火山喷发情况提前示警 我会被阅致监测火山 随发会持续多久 这次喷发合 获得架的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